哇好大的機車 欸欸你還往前 不是啊啊他都跑到中間去了 啊幹嘛不要直接往前開了 喔紅燈了紅燈了 欸欸他在煞車嗎 不!他直接過去了 哇操 欸欸欸這計程車想幹嘛 哇 是珍妮佛羅佩茲 欸呦 欸呦哇靠 哇靠欸你很會欸 欸你很有喔 哇RCT哇靠 欸你有一點東西喔 欸欸欸欸 哇操咧 欸呦 看他擋在路中間幹嘛 喔喔喔喔 忍不住忍不住 喔喔喔又停下來了又停下來了 來來來來來來 欸忍不住忍不住 喔喔喔喔喔喔 喔喔喔喔 欸你很會欸 欸他很會喔 哇靠 開放檢舉啊各位開放檢舉 今天一開始就遇到這種東西 欸 哇代表今天這一趟路應該很多東西喔 來欸欸 各位各位講這個鑰匙啊 啊我這個MX鑰匙啊 我用二代的鑰匙去找 然後再找一代的那個鑰匙的那個厚度 因為二代跟一代那個鑰匙不一樣 他們厚度不一樣 那個鑰匙沒辦法插到一代車子 然後我還去找了 喔一代的那個鑰匙的厚度 然後再把它改上去 哇靠這個鑰匙花了我快一千塊啊 加上打加上那個料 料錢 哇我為了這個折疊鑰匙花了好多錢錢啊 MOTHERFUCKER 欸 啊你怎麼紅燈右轉啊 哇那夾是阿姨 哇靠那個腿很有力 哇這個上坡起步 哎唷 嗯嗯嗯嗯嗯 哎唷哇這阿嬤有點東西 哇哇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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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這個直接在馬路上走秀 哇這更有的東西啊 哇超屌的 哇你看這個 欸欸欸這計程車想幹嘛 哇哈哈哈哈 哇 是珍妮佛羅佩茲 哇靠西瓜魔 嗯它現在緩慢前進 看來在怠速耶 欸啊我後面怎麼有一台計程車 WTF 哇我不想開在這台車後面 快點快點快點 來了高雄騎爬路線之一要出現了 你看喔你看喔你看喔 現在這還是可以右轉的吧 可以右轉的喔 然後你看你看 它們那邊是綠燈喔 哇靠它們那邊是綠燈耶 欸超刺激的啦 這樣跟紅燈右轉沒什麼兩樣啊 WTF 奇怪我們這裡如果可以 可以紅燈右轉的話 那那邊應該會變紅燈啊 怪怪的 你們看那個後照鏡 哇我就不信那後照鏡看到後面 那奶奶的 這什麼東西啊 欸很屌耶 滷牛耶 哇操 這個應該是測試的車子吧 喔喔喔喔 它往前衝了 來來我們跟那個測試的車子尬一下 好來尬起來尬起來 尬起來 喔算了它沒有打算尬一次 沒有了 喔可以跟這電動車尬一下 來來來來 你狗狗的 你狗狗的 我來追這個狗狗 我看那個大卡車六號鏡嚇我一跳 嗯 你是狗狗狗 哇 欸 大地奧算這個已經用過了 紅燈了紅燈了 欸它一煞車嗎 不它直接過去了 哇操 哇 是正義佛羅佩 柴山 有沒有 柴山要經過學校 很屌齁 欸 時代餐飲烘焙 感覺這個 感覺在車子上去那個柴山蜜巾 因為柴山蜜巾那裡有一個海角咖啡 走 跟著它走就好了 奇怪 記得這裡會有猴子啊 是 是怎樣 那個天氣太冷 那個猴子回家裡睡覺覺是不是 欸猴子 猴子 欸猴子 這猴子怎麼長那麼像狗啊 哇靠 欸你猴子 呵呵呵 我們應該是要往左邊下去對吧 對海角咖啡 來囉來囉 等一下很刺激喔 那個下坡 這個還好下面都更屌喔 好來囉 來囉來囉 哇擦 哇 下來了下來了下來了 哇 那個小偷車是爽耶 哇 銀沙飛車 這個滴這個滴 來看海 帶各位看海 來 我還想要不要騎上去耶 我現在也沒有差應該可以騎上去 來 我們上去試試看 來 石頭路 石頭路 然後這個 喔喔喔喔 弗洛 回合 欸 海型鼠耶 哇 好帥來 我想要上去看看 好 我走上去看看 今天這個機車日常變爬山日常 人真的沒看過這裡 哇 有沒有一個人的冒險 還蠻爽的 哇 你們看那裡 哇 欸 這裡是不是有點 欸 這裡不行 這裡太危險了 我 我不能走下去啊 可是我可以稍微在這裡 帶各位看一下有沒有 他下去就是 直接走到那裡了 可是我是不會再下去了啦 有沒有 這裡視野還不錯齁 稍微帶各位看一下 這個東西 這裡應該是可以慢慢爬下去啦 但我今天不會這麼做 如果改天有機會的話 再帶各位往下爬爬看 喔 好 要前往秘境啦 喔唷唷 它安全帽怎麼掉下來了 如果來這裡的時候 現在要先穿過這柵欄 喔 然後到這個柵欄的時候 還要再穿過去 喔 欸咻 欸 這裡 要用爬的喔 這裡要小心喔 喔 這裡盡量穿 要穿布鞋來啊 不然你腳會割到啊 喔 有沒有 你看人家要慢慢爬 趕快過去趕快過去 人家在拍照他那裡來的 哇靠這什麼鬼啊 怎麼一根棒在這 有沒有 這個洞洞才是我喜歡的地方 走我們現在走過去 進過這裡要小心 頭不要撞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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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nice 哇 長潮耶 原本那邊都是沙灘 那裡 那裡是沙子 那我們走這裡 這裡小心啊 不要摔下去啊 喔 好不好 你們現在看到那個石頭那邊啊 那個原本都是 都是沙 沙灘 然後今天應該長潮把它長上去了 這裡現在蠻漂亮的 就是 然後那 欸有沒有看到那裡有棍子 那上面就海角咖啡 喔 然後 啊算了 帶各位去看好了 走 哇今天是什麼 旅遊機車日常 好不好 前面 前面是普通機車日常 後面是旅遊機車日常 啊 有沒有 石頭路 這也是石頭路 前面應該是沙灘啦 只是 漲潮啦 找一個角度拍給你們看 喔 來來來 它原本沙灘的面積很大 我給各位看啊 就是 它這裡那個石頭再往下 原本都有沙灘 只是 應該是最近下雨的關係 所以漲潮 唉呦 好啦反正這裡呢就是所謂的 這個 柴山秘境 各位 各位覺得有秘境嗎 如果它原本是沙灘的話 一定更讚 只是今天就是 對 各位看到這樣子 那今天呢 就在這個柴山秘境的 這個 過 過那個洞穴的 這個海灘這裡 跟各位 結束這次啦 機車日常